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 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葉思敏 兩岸大事國際政經軍事脈動 深度剖析打開視野 節目開始 歡迎嘉賓參與討論 首先歡迎前立委孫大謙委員 大家好 淡江戰略所教授兼所長李大中老師 大家好 還有中華戰略學會資深研究員張靜老師 大家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觀眾朋友 這一節產業的消息我們來看看的是 華為的新款手機即將要上市了 好 這一款手機P70的正式改名叫做Puro70 現在我們可以看到在中國大陸各地的專賣店 已經開啟了 預定了 那麼現在外傳可能會在4月18號 這一天就會來開始正式的上架 手機的型號我們帶觀眾朋友稍微來看 包括了有Puro70之外 還有相關的Puro70的系列手機 包括我們現在畫面上看到有PRO PRO加還有Ultra等等 一共是有四種的型號 全部這一次都是搭載的是本土製的 麒麟 9010的晶片 這一次的定價比較有企圖心 真的比較高了 我們看到定價的部分從4999到9999元人民幣 要和蘋果的iPhone 15 Pro Max展開正面的施殺對決 蘋果的部分價格大家也知道是在上萬元人民幣的 看得出來華為現在要重整的就是它在比較中高階手機上面 極度有企圖心 來勢兇兇 華為這次對上西方的大蘋果 我們要來看看今天誰的迎面到底比較大 我們一起來帶您深入掌握 先來看到蘋果執行長庫克 我們記得3月下旬它才造訪上海 建了很多的供應商 其實大家也在解讀 其實就是要挽救蘋果的疲憊的銷量 這個時候華為又將它的手機推出了這麼多的系列 全面升級 能夠就此反轉目前中國大陸的手機市場嗎 委員怎麼看 對 如果大家有去中國大陸觀光旅遊就知道說 其實中國大陸的市場是蘋果非常重視的市場 就是光看蘋果在中國大陸所做的所有的銷售據點 那是一家蓋得比一家漂亮 就是每一家都是砸了重金去做旗艦店的模式 這跟台灣比起來根本就是無法相提並論的對比 就是光是上海 所以蘋果在上海的據點 每一家都是美輪美奐的 而且規模都非常的大 那麼因此從這一點就不難看得出來 其實蘋果長期以來是非常重視中國大陸市場的 但是這些年來就特別是這一兩年 蘋果在中國大陸市場的手機的銷量在下滑 下滑的原因是始作俑者是美國政府 其實跟中國大陸政府跟其他的競爭者關係並不大 這一切的一切都是因為美國政府造成的 兩個重要的因素 第一個因素 當美國政府全面的在圍剿打壓華為的時候 他就順勢把華為捧成了中國大陸的愛國品牌了 就如果大家現在看一下小紅書上很多人在進行討論 為什麼要買MAN60 大家就說因為愛國 就是因為支持中國 所以我們就是要買MAN60 不管你這個iPhone 15是怎麼樣 iPhone 15 Pro Max是怎麼樣 我就是支持MAN60 它現在已經變成是一個愛國的象徵了 我記得我在上海的街頭 華為跟蘋果的旗艦店相距大概不到50步的距離 都在南京東路上蘋果的人數眾多 可是華為的人數一點都沒有少 就是大量的人潮聚集在那裡 我聽到很多人去華為買手機 他就是為了表達愛國 沒有買手機 至少也買一個華為智能眼鏡來戴一戴 他也是為了要表達他愛國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因為美國政府對華為的打壓 當然就順勢拉抬了華為在中國大陸市場的佔有率 第二個關鍵的因素是什麼 是美國去禁華為的手機 對中國大陸來講 你做初一我當然做十五 你禁我的華為手機 我就來禁你的Apple手機 所以中國大陸有一些官方機構也已經下令了 就不能夠用蘋果手機 帶進他們的公司或者是職場 在這種情況之下 蘋果的手機必然它的銷量也在下滑 所以目前為止 當然我們不難看得出來 華為準備跟蘋果正式的對決 其實MAT60的定價就已經不便宜了 MAT60它其實不是跟OPPO Vivo 或者是小米手機競爭 MAT60它的定價就是跟蘋果來做對決的 因為華為自己還有副牌 它自己的副牌的價格相對低 相對便宜 但是華為一直都是在中高階 如果大家進去過華為旗艦店 看一下那個價格 大家就知道華為的手機並不便宜 不要以為說是中國大陸的華為 它就一定是低價手機 沒有的 它根本就沒有打算跟Vivo什麼OPPO去競爭 它的競爭一開始就是鎖定中高階 就是鎖定Samsung 就是鎖定Apple 所以在接下來的期間我會認為 這個蘋果手機如果在美國政府 持續的要對中國大陸進行圍剿跟打壓的情況之下 它在中國大陸的生存的壓力將會越來越大 好 說到底其實就是政治因素 就是美國你進中國大陸 我們中國大陸就做一樣的事情再進回去 我們等一下來看看 現在華為新機未來的銷售策略是什麼 等一下請大宗老師幫我們看 這次我們看到華為推的新品方式真的很特別 它其實跟上一款Mate60是一樣的 這一次一樣 我不發表這個有發布會 然後就會出其不意的突然間在線上 來做開賣我們新的一個旗艦機款 我們看到這一位是首席的營運官 他是何鋼 畫面上看到 他也說是在華為的產品節奏 我們回歸正常 且他說不會放棄海外的市場 所以現在持續的在望眼國際 另外一位則是華為的常務的董事 余晨東 他說P系列的發展史 是移動影像的一個發展史 他也說這是科技美學的眼鏡史 我們現在看到說 華為他不辦發布會 但是他又說要搶攻國際市場 背後的策略是什麼 老師怎麼看 對 我們知道華為是一個 很特殊的一個品牌 它在2020年之前 在遭受美國打壓之前 其實它的產品是很齊全的 有中高階 高階 中低階等等 高階主要還是靠著Mate跟P 這兩個系列 而且這兩個是有點市場區隔 因為Mate還是主打比較商務機 它的機型更大 螢幕更大 螢幕也更大 看起來形象是塑造出比較沉穩的 應該是最旗艦最旗艦 P一開始是比較注重時尚感 打的是年輕時尚設計 也有很好的鏡頭 因為主要是讓年輕人去照相 有最高的這個畫素 但這兩個一直是華為的一個驕傲 那其他還有中高階 比如說NOVA等等等等 但是到了2020年之後 這個我們知道美國打壓 讓華為被迫給分拆 它下面一些品牌和出售 但不管如何 曾經的輝煌是光Mate加P 這兩個系列 在2019年曾經全球銷售過 4500萬支手機 4000 喔 4500萬 如果是全系統 全家族的話 4億多台手機 曾經是全球第二大的手機的品牌 是 但是因為我們知道美國的打壓 和科技的封鎖 還是有它很重大的一些效率 但不管如何 後來華為基本上是靠P 那P期最早它是在2012到2015 當時是叫Ascent 那從2015到2024是叫P系列 那現在就把它改名成Pura 那我們剛可以看到螢幕上 有四種型號 而且它還是有定價的一個設計 從6000 7000 8000 9000人民幣 到9000人民幣的價格 基本上就是跟蘋果最高等級 來做一個抗衡 那我覺得它還是滿厲害 因為剛講到它的行銷策略 還是在做一個比較新的 我不走傳統的那種發表會 那我走的是線上行銷 打的是神秘感 也有點飢餓行銷 看起來應該是討論樂度會持續的 那為什麼大家會說 現在大家會關注華為 就是因為如果我們從去年 它的Mate這個60開銷售之後 其實是有很大的成功了 我們看去年的第四季 在中國大陸的國內市場 手機蘋果還是第一位 但是是下滑 它大概佔了20% 然後是榮耀17 Vivo 16 那華為跟歐寶是幾到 大概13點幾的市占率 那首次是暫時把小米 踢出了前五名 所以我覺得華為基本上 這位華為的高層特別講說 未來不會放棄海外市場 因為慢慢慢慢在中國大陸 內部的手機市場 站穩腳跟之後 有人說滿血復活 亡者回歸 其他要看的是之後的海外的市場 這才是真正一戰雌雄的真正關鍵 是 好 華為的野心真的是很大 它除了說這個銷售策略 非常的靈活之外 我們看到它現在往中高階 而且要往海外持續的發展 看完這個手機的銷售產品 我們來看看晶片上面 現在美中科技戰下 剛剛嘉賓已經幫我們提到 非常多了 這個美國進中國大陸 中國又要進回去 我們現在華為來看了 它要力求突破美國的晶片限制 從上一款這個Mate60開始使用的 其實就是麒麟9000S晶片 這個晶片其實就是中國大陸的 中芯國際所製造的 在本週它又推出了另外一款的 AI筆電MateBook X Pro 這個筆電就比較特別了 我們畫面上看到 竟然搭載的是美氣的 英特爾新款的高階處理器 這個是Core Ultra 9高性能處理器 目前這款處理器所使用的筆電 其實都是比較高階的 我提幾個 包括了有華碩16吋的電競筆電 這個價格是高達了10萬元新台幣 另外還有畫面上 我們看到DELL的遊戲專用的筆電 要價11萬 不管是用在遊戲上面 或者是在電競上面 這些用的處理器絕對都比較高階 英特爾這次出口給華為 當然美國眾議員就非常的氣憤 這位是共和黨的議員蓋拉格 他直接痛斥 這就是華府謎團 但是蓋拉格難道不知道嗎 這個禁令 其實2020年底 同黨的川普在卸任前 他就已經特別發放許可 允許說你英特爾是可以持續 供應給CPU給華為的 這個英特爾可以供應 有些廠商不行 當然會有些廠商就非常的吃醋 我們來看到這次商務部 一股腦新增了非常多制裁名單 但是白宮還是持續的 給英特爾開了先例 美方的考量是什麼 張靖老師 我想大家必須要了解 在商品的供需的世界裡頭 供需順暢 製造商它才會有生機 而且你假如有貨 你卻不賣 你到了最後是悶死的是自己 所以為什麼美國經常拿起來 這個演的系列 是製裁的大刀高高的舉起 但又偷偷默默的把它放下 因為製造商在供應端 它不能沒有晶片 但是晶片商在消費端 它不能沒有顧客 所以假如說兩邊你把它中間連接關係給切斷 到了最後是兩敗俱傷 我認為很多的高調宣布制裁 它是在製造談判的籌碼 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 就是說的是一套而做的是另外一套 我覺得這是相當可能 但我在這邊也是要提醒 華為不是專門做手機 手機只是它一部分的項目 這一部分的項目是獲利最快 然後創收 然後可以作為周轉 因為它有很多的 像整個通信系統大型交換機 是整個國家的整個通信的網路 這些東西是高投資 但是回收慢 所以它為了讓企業整個運轉 它必須賣這種手機這種東西 然後很快的創收 然後用這個資金來支撐那些 就是回收很慢的 美國對於它做手機這一段 並不是那麼畏懼 真正畏懼的是它可以幫某些國家 整個把原來AT&T或者美國 美規的這些整個的交換機 整個全部把它給換掉 換掉之後 美國的所有的信號情報 這些接收監聽 竊聽完全就失掉了根據地 這是真正中美科技戰之中 最重要的這個項目 利潤政治 美中之爭 戰略價值 強權崛起 小國生存 現在與未來 共新世界的走向 掌握世界脈動 全球觀點 進彈環球大進行 我們持續來看到事實上 現在滿手中國訂單的 不是只有剛剛我們提到的英特爾 我們先來看到還有哪一些美器 這個是來自於標普全球的數據 包括除了英特爾之外 我們來看到幾家美器 博通 高通 麥威爾等等的 美國晶片巨擘 他們現在目前在中國大陸的營收說 都是高於美國的營收的 就算是這些大部分業務 本來都是在美國的這些企業 包括了美光 超微 輝達 也會他們透過降規版的AI晶片 繼續的來申請要出口許可證 繼續的服務在中國大陸的市場 整體來看我們是看到的 這個是來自於媒體 還有電信分析師William 他說現在還是有非常多的 這些高階晶片 是可以在中國 而且這些高階晶片 都是合規使用的 美商你根本不用害怕 沒有生意可以做 我們現在看到北京的態度 一邊我在這邊推動 我的本土晶片繼續製造 另外一邊我繼續買美國的晶片 這是中國大陸的態度 但是美國它也要繼續怎麼做 因為它也要保持領先 又要賣東西 它應該如何保持3到5年的技術領先 關鍵又是什麼 大謙委員 我想對北京政府 它現在是兩手策略了 第一手它當然做最壞的打算 未來美國有沒有可能逐漸緊縮到 它在國外的這些晶片商的代工過程 取得的過程當中都會有困難 所以其實在這兩年 北京政府也全面的在投入晶片的整個的 從設計到生產到代工 整個一系列的一些相關的產業 這就是為什麼它會鼓勵本土企業 它要去購買自己的晶片 這是它第一手的策略 當然這個策略就是避免最壞的情況發生 那麼現在誰都不敢講最壞的情況是什麼 因為接下來眼看著這個美中爭霸 尤其是科技戰在短時間之內 大概不會停止下來 沒錯 所以當然北京政府必須做最壞的打算 但是另一手的策略對北京政府來講 它也非常清楚的了解到說 其實美國的政治人物 它會受到背後遊說力量的影響 所以它在此時此刻 它也不急於完全禁掉來自於美國 來自於國外的這些晶片供應的管道 那麼因為大家必須看得很清楚的就是說 中國大陸市場是晶片非常重要的一個市場 它佔了Intel絕對一年的營收額 佔了超過15%以上 它佔了韓國的晶片廠的比例更高了 所以如果今天真的要一口氣 把中國大陸的晶片全面把它封鎖掉 受到傷害最重的不是中國大陸 自己本身的科技發展而已 這些晶片商都會受到很大的影響 對他們來講 大家不要忘記這些晶片商 其實雖然看起來 你說神宋是韓國的 Intel是美國的 包含台積電是台灣的 可是他們其實都是跨國企業 他們手上的股東 他們的股票是全球發行的 所以他們其實是全球的Global company 要做到3到5年的技術領先 你必須投下 每年要持續投下大量的研發經費 對 講實在一點 那它如果沒賺到錢 它怎麼投下研發經費呢 所以這是現在美國政府 像剛才這個張靜老師說的 他雖然要來搞什麼小院高牆的這些策略 可是一直都還是可以讓大家找到漏洞的原因 就是因為美國政府再怎麼搞 它也不可能同歸於盡 它要叫Intel跟中國大陸同歸於盡嗎 它要叫高通 要叫它自己的這些晶片產業 跟中國大陸同歸於盡嗎 它要讓NVIDIA跟中國大陸一起同歸於盡嗎 所以現在其實就是考驗著 美國政府它究竟在面對到美中爭霸 它的企圖心的同時 又要平衡國內的這些晶片大廠 它們要能夠有獲利的條件之下 我認為北京政府現階段之所以不禁 這些來自於國外的晶片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 它已經很清楚的洞悉到 這是美國政府在執行 科技圍堵的重要的軟肋 它不認為美國政府可以完全的封鎖掉 所以在此時此刻 它能拿多少它就拿多少 而且大家不要忘了一件事 現在的晶片生這個晶圓代工產業 某些尤其是成熟製程的 可能都已經到了供過於求的階段了 如果禁掉了中國大陸的市場 那麼這樣的一個供過於求 會造成這些晶片廠 它們的庫存的量會急劇的升高 會嚴重的影響到它們的獲利能力 是 好 說到底這個美國 它還是需要錢嘛 才能讓晶片發展得更好 那也要錢才能做研發 所以還是得持續的賣給中國大陸 我們現在來看到中美的科技對抗 另外一個國家和中國有許多大型合作 經濟項目的就是德國 德國又會怎麼做 我們來看到這一天 在16號畫面上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他和德國總理蕭茲會面 這一次的峰會上面 習近平說現在無論是在機械製造 還有汽車等傳統領域 或者是在綠色轉型上面 或者是在人工智慧等新興領域 兩國都有合作 共贏的巨大潛力 還要被挖掘 蕭茲他特別強調說 德國絕對是反對保護主義的 這些話其實我們也可以想到說 先前仿中的是荷蘭總理呂特 大家還記得嗎 呂特他其實還滿聰明的 他把政治賺錢分得很清楚 我們現在來看看 德國對中態度又是什麼 會仿效荷蘭嗎 哪一個企業有可能是德國的艾斯莫爾 隨時準備 我要再對中國大陸的北京 來招手 大宗老師 對 我還滿同意 第一個就是說假設要對中國大陸 寄出所謂的科技措施 要做到滴水不漏 而精衛分明 以美國而言 雖然他打的是 這個產業供應鏈韌性的旗號 但是是有些他的困難 那蕭茲訪問中國大陸 第一個是他是第二次去 上次去是2022年底 那這次他去 其實老實說 過去在德國訪問中國大陸 德國領導者總理是常見的事 梅克爾執政時期16年 他去了12次 而且每一次都是帶著商 龐大的商務考察團 都是德國大企業 我們都有二手能想 從西門子到德意志銀行 到德國大汽車公司 化學製藥公司等等等等 所以這次蕭茲跟習近平講的話 也非常非常清楚 但我覺得蕭茲目前來說 也面臨跟荷蘭同樣的狀態 因為呂特總理是 帶著他的貿易部長 是三月底印習近平之邀 訪問中國大陸談什麼 談當然很多艾斯摩爾的議題 因為荷蘭承受美國 非常非常重大壓力 因為兩個多禮拜之前 我們也知道 美國派出一個代表團 先去荷蘭 後去德國 都在談重要的議題 去荷蘭一定是艾斯摩爾 對 但荷蘭總理 呂特非常的聰明 很多地方他可能不置可否 的確他是商業歸商業 政治的打壓歸政治的打壓 但是他承受到美國 非常非常大的壓力 因為外傳的訊息是說 他要求艾斯摩爾 除非得到特別的許可 否則連提供給中國大陸 這個半導體製造的設備的 維修都不行去做 對 美國要做到這個地步 他是軟硬兩手 那德國當然也是 很多人說可能 會不會可能是塞斯 塞斯的光學原件 對於整個體系裡面 供應內裡面 也是扮演非常非常吃重的角色 是 但根據講法 可能很多議題 德國態度可能跟荷蘭很類似 是 就他保有政治上的一個藝術 他不親眼做承諾 就不親眼做承諾 但我要特別提的是 蕭茲面臨很大的壓力 第一個還是來自國內部 他的執政聯盟 基本上是非常 不能講反中 就是對中國大陸 是有高度的一個戒備心 感冒 他叫做紅綠燈內閣 就三個政黨 三個顏色 蕭茲是社民黨 他基本上算務實 但他的選舉裡面 有自民黨 有綠黨 綠黨的席次不低 自民黨席次不低 偏偏綠黨兩個重要的 共同副主席 都在內閣裡面扮演重要角色 這一個 第二個 德國的對中政策 有時候還是要跟歐盟對中政策 有一定程度的協調 就是所謂我們很明白的三分法 那三分法被中國大陸是嚴厲的批判 就是你是不是錯亂 因為怎麼樣能夠做夥伴 競爭者跟體制對手 那第三個我覺得 德國還是一樣跟荷蘭一樣 還是面臨到美國的壓力 所以就看他們的政治的承受度 還有德國消資政府的一個技巧 如何去做因應 好 接下來我們德國如何因應 我們持續帶觀眾朋友來看 我們先來看到整體的半導體產業的一個發展 這是來自國際半導體產業協會 Semi做的調查報告說 在2023年我們來看到全球晶片設備 我們來單講設備的採購這個金額部分 是超過了1000億美元 1063億美元當中 現在支出最高的就是中國大陸 達到了366億美元 這個金額大約是1.2兆新台幣 接下來第二名是 韓國採購金額199億美元 第三名台灣196億美元 其實在去年我們知道半導體產業面臨的 就是庫存太多了 有過多的問題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中方現在 目前在支出上面持續增加 而且達到將近三成 29% 那現在有另外一個統計說 所有在晶片設備的採購當中 每三件其實就有一個是來自於中國大陸的採購 我們看到這個投資越多 難道邊際成本會下降 這個電率可以適用在晶片的設備領域投資嗎 張建老師 那2023年全世界按照晶片的產資量 這個整個中國大陸在前25名之中 只有一名 而且好像排名還是22還23 它的金額排第一名的是台積電 只有它的十分之一 那它這樣子大量的採購相關的產資的設備 你只能解釋說它很有企圖 而且解讀成就是說它要擴充產能 因為整個晶片產資的過程之中 它所涉及的機具 那個種類是繁多 你現在只是隆種 把它就是用金額來講 那有些的這個生產設備 是中國大陸沒有向外採購 因為它自己的工業機組就能夠去生產 所以在這個情形之下 可能我們需要更深入的去分析 它究竟哪些是要靠外購 哪些可以自己本土生產 但是我還是要強調一件事情 我們現在經常眼光是看到 那個最尖端的 可是我們今天把這個晶片 就拿車子來比喻 我們就有那種普通的國民車 也有Lamborghini 也有Porsche 也有Ross Rice對不對 你不是每一個人 每一個就最後的工業機件 一定要那種最尖端的晶片 你即使申請 就是說只能生產 這個檔次的晶片 只要它能夠賣得好 你仍然可以創造獲利的空間 因為很多事 你很高超的技術 很尖端的投資 很大量的投資 生產出很尖端的晶片 但是你的市場是很小 所以這個整個就是商業的競爭 或者說科技的大戰 其實我覺得你維持某一個檔次 也未見的是輸家 是 謝謝 謝謝張靖老師的補充 我們休息下馬上回來 第一節我們來關心烏鵝 在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4月16號 和中國的國防部長董軍進行通話 這是美中兩國防長 已經將近17個月了 首次的展開對話 這一次我們來看到美中防長 討論了台海還有南海局勢之外 也聚焦在俄武戰爭 五角大廈對這一次的談話前 對外宣稱說 中國向俄羅斯出售的武器設備 已經激增太多了 這當中他特別提到細項 有這些比如說機床 微電子光學 無人機 巡弋飛彈技術等等 其實做了一個統計說2023年 俄羅斯九成的微電子 他說都是從中國大陸來的 包括了七成的工具機也都是 莫斯科就用這些設備 大量的提高他的軍工產能 美國官員還說 現在中國大陸協助俄羅斯 提升他的國防產能規模 已經是蘇聯時代以來最多了 接下來美國有能力來施壓 中國減少對惡的援助嗎 等一下我們請專家解讀 另外一頭這場戰爭 也打心理素質戰 澤倫斯基快要撐不住了嗎 我們看到他這幾天吃醋 傷心 他不斷的對西方喊話說 全世界都看到你們 對以色列的援助了 烏克蘭也需要 我們也需要的 沒有想到是直接遭到 白宮的官員科比回對 所以他說你烏克蘭不是以色列 話都說到這個份上了 我們要來看到 美國的600億軍員真的到得了嗎 今天專家我們一次來做解讀 先來看到這一場 美中防長三隔17個月的首次對話 美國能夠施壓中國 減少對俄羅斯的支持嗎 大宗老師 我覺得其實不容易 因為俄羅斯戰爭打到現在 已經兩年多 我覺得美國目前對於 中國大陸的壓力跟這個口徑 是比過去更嚴格的 我們回顧一下 一開始美國所要求的地方是 你不能提供俄羅斯軍員 到了去年有個名詞 就是大家應該也聽到了 就是不能提供俄羅斯致命性武器 但現在它的這個 專注的焦點變成 比較像是軍民兩用的一些科技 所以這裡面所列舉的 包括機場 微電子光學 無人機 軍衣飛彈 各式各樣的飛彈的技術跟零件 現在被美國端上檯面上 對中國大陸施壓 但我覺得這樣的施壓 其實不會見得有效 因為我覺得北京的立場 還是踩得蠻穩的 就是說基本上 北京的講法是說 我們不會提供俄羅斯軍事援助 包括武器彈藥 其實如果說美國有這方面很 怎麼講 很赤我的一個證據的話 其實早就被攤在台北上 所以我覺得去年講的 和前年講的美國 比較是一種嚇阻性的 你不要做 我仔細觀看 如果有的話 我會在國際各個場合裡面 各個重要的場合裡面 把這證據端出來 也是做一個嚇阻 但基本上 我覺得中國大陸並沒有踩那個線 它並不是直接提供武器 彈藥 裝備跟俄羅斯 但現在在這些領域裡面 還有上面沒有提到 包括5G 衛星技術的合作 還有一些人講的說 如果是用來做戰場上 來做運用化 那包括像挖掘機 怪手 其實美國也在顧慮 因為不管是戰場上的運用 挖戰吼 做很多大型的機台設備 其實都可以拿來做戰場的運用 所以美國 我覺得是這個場合裡面 美國一定會談俄物戰爭 一定會老調重提說 你不可以軍援 但現在的講法 真的比以前來得更加的嚴厲 口徑更緊 那範圍限制更多 好 相較於美國硬要說 中國大陸有大舉支持 俄羅斯的軍工業 我們來看到烏克蘭這一方 現在又是怎麼樣 烏克蘭現在武器彈藥 大家都知道 絕對是越來越危急了 所以總統澤倫斯基 現在也在繼續的喊話 4月16號這一天他說 上週在缺乏防空彈藥之下 烏克蘭我們先是擊落7枚飛彈 就後來之後只能認後續4枚飛彈 直接摧毀首都基輔最大的 這個發電廠叫做特里皮利亞 針對此我們來看到 美國又怎麼回答 這一位是美軍的 歐洲司令部的司令 他是卡沃里 他也向美國的國會提出了警告 如果說你再不批准 後續對烏的援助那麼俄國 他說幾週內 就可能用這個炮彈數量 是10比1的一個超級絕對優勢 進入到對烏俄戰爭 而且這一場戰爭繼續 就會到了一個決戰 決定性的時刻了 我們可以看到烏克蘭 現在防空彈藥都沒了 俄羅斯越來越少 俄羅斯飛彈對烏克蘭的基礎設施打擊 能夠造成多大的一個衝擊 請搭卿委員繼續來幫我們看 就當然如果他的防空飛彈 還沒有有效的補足的話 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打擊效果 一定會持續的擴大 那麼特別是最近俄羅斯 是針對了烏克蘭境內 所有的這個能源設施 開始進行全面的攻擊 那麼他某種程度就是希望 癱瘓掉他們的能源供應 然後瓦解掉他們的戰鬥意志 因為其實對俄羅斯來講 我也不認為俄羅斯希望 打個天長地久 所以俄羅斯當然就是希望 在某種程度之下 以戰逼合 逼著烏克蘭盡快的上談判桌 那麼大家至少有一個停戰的 可能性存在 但是現在這樣的想法 其實跟澤倫斯基 跟跟美國的想法顯然不一樣 就是美國現在已經是玩上癮了 他藉著這場俄烏戰爭 他弱化了俄羅斯 他拖垮了歐洲 他自己賺得滿滿的 賺得飽飽的 不管是他的能源業者 他的軍火商 他當然是希望在這個俄烏戰場上 繼續榨乾到全世界各式各樣的利益 通通都流到他美國的口袋 那麼對澤倫斯基來講 現在如果停戰的話 澤倫斯基恐怕就要立刻下台了 先不管說他自己有沒有貪腐的問題 澤倫斯基現在也顯然不能夠 完全掌控他自己的政府 所以他在不斷地換來換去 把他身邊的親信 不斷地在這個走馬燈式的進行調配 那麼就是因為澤倫斯基自己的這個領導威信 也受到了很大的影響 所以這兩個人根本就是不想讓這個戰爭結束 但是我要講的是澤倫斯基 現在很明顯的就是在情緒勒索 如果你早知如此 何必當初呢 你有種去惹人家 你就要有種自己有能力打贏這場仗 我第一次看到全世界有這種國家領導人的 就自己沒能力去打贏這場仗 又要去惹了旁邊的鄰居 然後惹完了之後要去勒索全世界 叫全世界大家一起要站在你背後 這到底是什麼樣的理由跟原因呢 所以澤倫斯基當時如果不要去幹這件事 大家有多少人對他提出警告 每個人警告他多少次了 沒有必要去做這樣的事情 不要去尋求加入北約 他如果不要做這件事情 現在就算惡魯斯想要打他 也找不到一個好的理由 所以其實澤倫斯基在美國的慫恿之下 開始了這場戰爭 那你自己就要有能力去承受這場戰爭的後果 你不能夠回過頭來去勒索全世界 好像全世界都欠你烏克蘭的了 就麻煩是你惹的 然後大家要幫你去扛責任 這樣的話說不通的 所以在這場戰爭開始之前 我就曾經說過 我說久病床前無孝子 久站門外無朋友啦 就站了兩年了 你還要期待全世界大家上下一心 然後大家勒緊褲帶 陪著你烏克蘭共赴國難嗎 我覺得這太困難了啦 好 我們繼續來看到 如果是這樣的話 炮彈數量剛剛提到是10比1嘛 這個火力差距會持續的擴大嗎 如大謙老師幫我們看到了 這個接下來該如何演變 會怎麼走 我想火力確實是會有影響 但是火力不是戰場自身的保證 從剛才大謙所講 真正關鍵還是作戰的意志 所以這裡頭還是存在了有很多的變數 那在這個戰場上交鋒 毀其力 奪其空都要硬幹到底 那個都是大量的犧牲 但是上期時硬生生把某一個時機拖垮 或者拖過 這個很可能到的是最後俄乌戰局 有這個就是翻轉性的變化 也就是說現在這個就是 這個到底哪邊看出來的疲態 顯然是支持烏克蘭這邊 我們都講施老兵痞 而且人家這個所謂的Fatigue 就是這烏克蘭的這個叫做疲累 或者這個我們把它講的施老兵痞 都老早就已經呈現了 再加上美國這樣撥款 在這個國會跟行政部門之間的角力 我覺得這個今天在這個狀況之下 我倒是有一點我不太同意 就是大謙的講法 說是責倫斯基就是把這個戰爭給挑起來 因為他不是他率先攻擊 而是你製造了某些 就是說讓這個莫斯科感到不安 所以從當年2013年年底的顏色革命 後面的2014 這個等於說2月20號就是 俄羅斯去奪取克里米亞 然後兩個幫要脫離 其實這是一連串 那有沒有可能可以收的 其實當年的明斯戈協議 或者新明斯戈協議 就已經有機會去收 但是這個真正把它往前推的是 華盛頓就是你千萬不能停 你千萬不能停 所以明斯戈協議被破裂了 新明斯戈協議也破裂了 然後對於那兩個叛離的幫 那個當尼斯戈跟魯漢斯戈 還是在繼續在那邊施壓 所以才會到2022年2月24號的全面的爆發 所以在這個行刑之下 這個爆發之後那一週之內 他土耳其就出來要議和 所以今天澤倫斯基不是因為他挑起戰爭 而是不知見好就收 也就是說換言之 這個看到棺材了還不知道流淚 看到黃河心還不死 你怪不得別人 好 這個索倫斯基要不要停下來 其實背後還有關鍵美國 美國接下來要不要幫忙等等的 老師我想要來看到接下來 美國600億答應他的援助會來嗎 現在卡在眾議院會過關嗎 我覺得現在看 因為現在白宮釋放訊息是說 他要看眾議院提出的 法案的詳細內容 他並沒有打死說 因為現在傳述訊息是 眾議院想要拆解 把這個大的900多億的案子分成三部分 第一部分可能是烏克蘭 烏克蘭其實最有爭議 第二部分是幫助以色列 大概144億 第三部分是印太跟台灣相關50億 還有一些可能是跟人道援助相關 對 其實參眾兩院裡面 尤其是部分的共和黨人 是對烏克蘭是非常非常有意見的 這就是為什麼一開始去年到現在 拜登一開始的做法就是捆綁 捆綁意思是說 你們都很支持以色列 也支持台灣 支持印太 要抗擊中國大陸的威脅 但是我很重視烏克蘭 因為烏克蘭 拜登的政治上 已經跟烏克蘭是綁在一起 包括今年的總統大選 所以用這個方法 最後是在參議院裡面 還不錯 60幾票是贊成 因為代表說 部分的共和黨參議員是買帳的 但眾議院我們知道有 眾議院議長是強身 他也承受很大的壓力 所以現在才說他可以拆解 也是某種程度的浪步 那拜登也要看 那還有一個是在局外人 但很重要的叫做川普 因為川普之前是最急之鮮明說 他反對 無條件開空白支票 協助可能給他在600多億 他說這不是美國的優先利益 核心利益 但他現在的講法是有點緩衝 他說如果這600億是貸款的 不是無償的 他可以考慮接受 所以現在就看 可能會拆解投票 我覺得白宮也沒有說一定不行 但現在就要看最後就是白宮一個協調 因為目前的我們知道眾議院裡面 共和黨是很微弱的多數 強身的這國會議長位置也不保的 因為黨內的極右派議員對他發出很多的挑戰 那參議院到過來是參議院民主黨 協會多數 但是這案子已經過 那目前就取決於這個眾議院外來討論 跟白宮的一個協調 我覺得有可能會過 有可能會過 謝謝老師 大謙委員同樣一個問題 我們簡短回答您怎麼看 當然就像剛才大總所提到的 那最終我相信還是會達成某種形式的妥協 只是說那個妥協的模式是什麼 因為我剛剛跟張靜老師在笑說 那個600億的貸款 誰都知道他還不了這個貸款 那當然有沒有可能用這樣的方式 就是這個平息掉大家的這個旗艦 的確也是有可能的 但是拖過這個時機 老師剛剛提到的嘛 時機才是關鍵 其實拖過了這個時機 這筆錢就算到位了 其實對烏克蘭的幫助也是有限 沒錯 好 謝謝委員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掌握世界帶動 全球觀點 盡在環球發展現 這次來關心另外一個戰場 在伊朗對以色列發動空襲之後 我們看到以色列的戰時內閣 已經連續的開會三天了 他們這次商討的就是可以讓 德黑蘭他們希望能夠讓他難堪 但是又不會加劇 目前已經很緊張的區域衝突 而且不會受到美國阻撓的一個攻擊目標 但是會議現在到目前為止 都沒有達成任何共識 不過我們知道一向善於掌握情資的美國 這一次掌握的資訊可是嚴重多了 我們看到來自CNN的報導說 美國情報顯示目前以色列的內閣 傾向直接就是來對以色 伊朗的本土來發動小範圍有限度的攻擊 另外以色列的軍方發言人 這位是哈加里 他也說一定要讓伊朗付出代價 同樣鷹派的我們來看到 竟然是還有歐盟跟美國財政部長葉倫 持續喊話對伊朗要祭出制裁 這當中涉及到很多的利益 包括了像是美國從伊朗進口的石油 真的這些國家這麼夠力嗎 會來做制裁嗎 因為這都是跟自身利益有關係的 還是只是喊喊話 今天專家來一次做解讀 我們先來看到這一波以一衝突 好不容易告一段落了 以色列為什麼又要以一意孤行 說一定要來報復 張靖老師 你要考慮 他要考慮內部的政治的消費的需求 也要考慮後續的嚇阻效應 他要講 這個事情到此為止 那就 這個就是德黑蘭 當然很高興 這一回合結束 他必須留下一句話 我隨時可能會動 我隨時可能會動 但那時機點 它是很彈性 很多變 所以他一直懸疑在那兒 也會造成一定的嚇阻效用 所以他不會把話講死 是 我們繼續來看到 以色列現在也正在商討一個不會加劇 我們剛說他說幾個條件 不會加劇區域衝突 又不會受到美國阻撓 又能夠讓伊朗要能夠難堪 這到底要怎麼做 大清委員怎麼解讀 其實我一點都不覺得 以色列不希望加劇區域衝突 從目前看起來 納坦雅胡根本就是唯恐天下不亂 以色列已經有71%的民眾 要納坦雅胡下台了 納坦雅胡現在只要下台 他馬上就會面臨到 各式各樣的政治責任的追角 包含他的貪腐問題 所以如果我是納坦雅胡 我當然根本不希望這場戰爭結束 現在看起來 以哈衝突結束最大的障礙 就是納坦雅胡 所以納坦雅胡 現在持續的要加劇在以哈之間的衝突 不打算收手 甚至美國不希望他攻入拉法 他也揚言說準備要攻進拉法了 然後甚至做好了各式各樣的準備 那麼外界一直認為說 這一次以色列主動去挑釁伊朗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 納坦雅胡希望把美國拖下水 所以我覺得伊朗也好 美國也好都很清楚 這就是為什麼伊朗在報復之前 我覺得伊朗這次的報復 已經算是溫和到極點的報復了 他大老遠從伊朗本土 這個隔了700公里開始進行攻擊 這種攻擊很快的就可以這個處理掉了 他攻擊之前又跟美國打過招呼 那麼攻擊之後又對外宣稱說 攻擊完了之後就不會再進行其他的報復了 這些動作其實某種程度都是伊朗很清楚的了解 納坦雅胡的算盤 所以他根本不想介入這場戰爭 不希望讓納坦雅胡能夠引發一場區域大戰 然後把伊朗跟美國捲進來 納坦雅胡又可以自身事外了 但是現在的情況看起來 納坦雅胡是最重要的變數 就美國跟伊朗都已經在很自治的情況之下 但是我看到以色列這兩天的宣布是 他們要針對伊朗這一次的攻擊要回進回去 所以如果今天以色列真的做了這樣的動作 那就是在中東地區引爆了另外一場 這個戰火的導火線 他如果再回擊給伊朗 伊朗是適可忍孰不可忍 他沒辦法吞下去的 那對美國來講 他馬上就陷入一個兩難的局面了 究竟要不要跟伊朗開戰 究竟要不要涉入中東戰爭 這是美國現在進退兩難 進退維谷的一個局面 所以其實整個中東的局勢 最重要的關鍵就是納坦雅胡這個筷子手 我必須要用筷子手來講 就今天哈馬斯也許屠殺了以色列 這個1200人 1300人 可是大家不要忘了 納坦雅胡手上沾著鮮血是幾萬人 是幾萬個平民 是上萬個孩子 所以今天以色列 為什麼會有71%的人希望他下台 為什麼今天全世界原本對以色列 抱有同情的這些世界各國的政府也好 媒體也好 民眾也好 最後去選擇這個孤立了以色列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 納坦雅胡的所作所異 已經到了令人髮指的地步了 那麼如果納坦雅胡繼續再這樣做下去 美國沒有能力去制止他 那麼今天中東將會陷入 另外一場大亂的局面 美國不可避免就會被拖進去了 委員幫我們看到了 以色列看起來是沒有要放棄 報復伊朗的這個跡象 另外一個要擴大對伊朗制裁的 就是歐盟國家我們看到歐盟國家最近又做了什麼 各國外長在4月16號召開臨時線上會議 會後歐盟對外事務安全政策高級代表 這一位叫做波羅瑞爾 他也說歐盟過去只會制裁伊朗向俄羅斯提供無人機 但是現在我們來看到制裁範圍是擴大 現在伊朗只要提供給中東各個代理武裝民兵武器 就會受到制裁 另外這些品項包括了到無人機 甚至是伊朗制的所有的飛彈等等都會是受到制裁的項目 為什麼這時候歐盟要跳下去變得如此的鷹派 也要來參與這一場一一的衝突 歐盟真的有這個失利點來去介入在中東這個裡面嗎 大仲老師 我覺得歐盟跟美國大概也有一定程度的默契 就是說我們仔細看看 伊朗那時候打完之後 就像剛才大神委員所說的 他其實裡面講得很直白了 我的打擊是合乎自衛權 第二打得到此為止沒有後續 但是如果你要繼續對我再動手的話 我一定加倍奉還 這是講給以色列聽 第四點 這是我跟以色列之間是副關美國的事 如果美國要捲入要涉入的話 那對不起 我的回擊目標會包括美國 很清楚其實包括美國 包括像歐洲國家 基本上不希望把伊朗捲進去 不希望戰事擴大 就是把以哈衝突最後告一段落差不多 絕對不能外移 但很明顯已經有外移跡象 黎巴嫩 珍珠島 還有這個青年軍 胡塞足支 假設連伊朗都要進來的話 我覺得這是對美國來說是不可承受之重 那歐盟也是 所以為什麼要做經濟方面的制裁 其實制裁我們知道從古到今 我們大概沒有看過任何的例子成功 國際社會或個別的國家或是團體 透過制裁達到它的目標 我沒有這個印象 沒有任何的史上的例子是被制裁者 因為外部的制裁而軟化它 但為什麼會有這個制裁 我覺得歐盟跟美國希望有一個動作 因為美國也要制裁 擴大制裁 包括可能是石油 意思是說我們有動作了 那是不是以色列 你就不要做軍事上的回擊 我們有處理了 我們已經有一些在外交上 金融上 經濟上 石油 出口等等 我們有一些該做的 我們沒有無動於衷 但是我希望以色列不要沒完沒了 因為只要以色列按照目前的講法是說 不會無動於衷 伊朗不會逍遙法外 那就下一波 這個衝突就不會下降 而是無限制的上升 如果我是拜登我會非常謹慎 還記得嗎 剛剛打擊之後 美國官方透過媒體怎麼樣傳話 他說成功勸服內塔亞胡 有沒有 那馬上十幾小時之後變掉了 以色列開始講自己的話說 沒有軍方發言人 IDF國防軍 還有包括以色列的將領 那現在我覺得 背後還有很多我們看不到的動作 我覺得白宮在施力 歐盟也在施力 但明著我們還是會幫助以色列 伊朗要為你的攻擊行動負責 我們會制裁 但是我是希望以色列不要動手 我覺得台面下的動作 現在是很頻繁 很密集的 但怎麼樣不知道結果 是 好 以色列現在看得出來 真的是讓美國真的是非常的頭痛 所以我們來看到 現在葉倫要寄出什麼制裁 剛剛大中老師已經幫我們提到 美國要做的就是在針對石油上面 葉倫在4月16號這天警告 華盛頓將在未來幾天 會採取更多的行動制裁伊朗 他說我們可以做的事情是更多了 要來削弱伊朗出口石油 美國的智庫 這個是來自於大西洋理事會的 制裁專家Kimberly 他也說了我們畫面上看到 他說拜登政府很難嚴格的 真正制裁伊朗石油 不然將會導致11月份 就要美國大選了 你要難道在大選期間 讓油價劇烈的上漲 這個情況是不利於拜登政府的 我們看到這個葉倫 他現在要實施石油制裁 但是看起來這個像武器 會不會反而自己害了衝擊了 美國自己本土的經濟 方靖老師 我想大家必須要理解 這個國際油價是一個多變數的方程式 美國的政策只是其中一個變數 而且國際油價的波動 並不代表國內油價的波動 有時候美國國內的油價 未兼的反應國際市場的波動 所以在這個情形之下 假如美國自己的供應 能夠充足一直撐到11月份的話 我覺得它的制裁 還是會有一些空間 但是它假如有這種制裁的話 它在另外一個方面 它沉入剛才大宗所講的 美國一直希望嚴控這些外溢效益 但是你今天假如說是做了這些經濟制裁 尤其是能源供應上面 那會造成很大的波動跟外溢的效益 那外溢的效益 首當其中就是歐洲的經濟 歐洲的經濟完的話之後 又會造成大西洋之間的 這個兩邊之間的矛盾 所以這牽一髮而動全身 但總而言之 就美國而言 現在在大選之前一切求安定 盡量避免削弱外溢的效益 否則萬一效益 萬一一旦失控 不但是選情受影響 對於政治票房受影響 最重要的事情是 到時候以色列真的是難幹到底的話 也要最後沒辦法收尾 所以在這個情形之下 真是烏漏偏盆連夜雨 這個惡烏的戰爭 不知道如何來解決 但是我們也必須要 我們要講一下 看到這些例子我們要很講 難道說美國對烏赫蘭不夠好嗎 它確實已經夠好了 這兩年這麼多 所以我們今天在台灣動不動在想 我們也要想 我們有什麼身價 我們天天指望 好像美國要能夠幫我們 對不對 你今天看到美國 對以色列這種態度 對於烏克蘭對不對 使亂 中氣 對不對 這種狀況 所以我們今天在這講說 在台灣社會慢慢就是說 浮現了所謂的疑美論 今天疑美論在看到這些 為什麼會有 當然我們會有一位 就是撲馬先生會衝出來 又講說 認知戰什麼什麼 但是事實上 真正會引起疑美論的上升 是因為美國自己的所作所為 不是那位柏陽 這個立委所講的 誰在操作認知戰 你知道 這個就陳如所講 丐幫的幫助講 天下有多少乞丐 是要看皇上你的施政 而不是說是我們 對不對 這些東西都是你自己造出來的 謝謝老師 同一個問題想要請教大謙委員 這個美國到底會不會禁石油 他禁石油跟解決問題 這完全是兩碼子事 因為關鍵不在伊朗 地人政治 內政之爭 戰略價值 強權崛起 小國生存 現在與未來 共新世界走向 掌握世界脈動 全球觀點 盡在環球大戰線 旅程度